来自Mr.Raw的小日常 哈喽 大家好 这里是你的boy L2Y 罗妍 好 我们现在大家早上是早上 给你们看一下 早 看得到吗 看得到 现在是早上 早上的9点21分 那我们要干嘛呢 男孩子就是要篮球对不对 我们就是要早上运动一下 所以说今天早上我约了我俩同学 来篮球场玩一玩 就看看我的球技吧 大家 到篮球场了 狗狗狗狗狗 我忘记给你们说了 我这同学1米9 我真的不知道怎么长了 我现在小朋友都长这么快吗 嗯 大家 我本来打算啊 咱如果咱们有人的话 就进行一场比赛 但是现在不是算了 没有人 所以我只有和我的朋友一起来一场 one by one的battle 哈喽 这里是场外小姐说 在这炎热的夏天 不来一场酣畅淋漓的篮球赛怎么行 不然你觉得我这皮肤颜色 是与生俱来的吗 当然不是 像我在上学的时候 那重庆夏天啊 三四十度的高温 我二话不说 撸起袖子 召集着伙伴 一到体育课 直冲满球场 于是我的皮肤啊 一去不复返啊 之后我进了公司 我一个哥哥说 他之前也和我这么黑 但是过了几年之后 他就变白了 可是 快四年了 我好像 唉 但是没有关系 我也没有关系 我一定会变白 我一直监寻 说了这么多 也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认真看视频 如果认真看的话 也一定会觉得我打球还可以 对吧 如果觉得打球打得好的话 那就在评论区夸我一下吧 好好 诶 怎么 鸡毛你也觉得吗 看看这美妙的天气 走不走 最后一颗球 回家了 不是吧 这是去哪儿啊 重庆居然下雨了 噔噔 大家 现在我们来到了 重庆 河岭二厂 我也不知道 之前有的这么一个地方 我从来也没来过 然后我妈说 这是现在是网红打卡地 所以说 必须要来体验一半 嗯 那么我呢 到警局之后 干的第一件事情就是 yes WC 哎 你看这人还装摇头摆尾的 啊干嘛呢 踩东西去 这东西叫油茶 我妈以前在小学的时候 就经常带我去吃 味道还不错 还行 来江子维 现在这是狗吗 这么大呀 原来想去这个地方 但是 狗猫人太多了 我有点设恐 所以说就 不过我又发现了一只 在打盹的小猫咪 还有尾细皮 那种朝着可爱的 我都舍不得下里摸它 太可爱了 哎呦 你看这里真好玩 花花草草 枝繁叶茂 真将然 哎呀 虽然有点小雨 但依旧阻止不了 我旅游的热情 真好玩 哈哈 好了 逛了一圈 该看的 该玩的 对就玩过了 该吃的也吃过了 2022场游 就到此结束了 看看我的旅游 是不是特别的简单呢 Mr. Lord of luck 结束了 妈 好玩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